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请主动告知可能的接触室,指挥中心关心您。 觀眾朋友你好,不好意思,拜託給大家看這個有話好說,不過大家在家防疫多看一點這些疫情的資訊也是不錯的,那特別強調,今天疫情沒有劇烈的重大變化,雖然有話好說在禮拜六加開,不過呢,可能今天呢,要稍微解釋一下,今天在資訊上呢,有一個讓大家很在意的一些變化情形,當然我們邀請兩位專家,學者以及醫師呢,來好好, 好好談一下到底如何看待今天的疫情,不過重要資訊先講,今天新增了三百二十一例的本土確診個案,那還有兩例是境外的,那還有很重要,剛剛我們講說所謂的新的資訊,這個叫校正回歸四百例,因此呢,你如果說,你也可以說今天多了七百二十一例,這樣講也都對,不過呢七百二十一例當中呢,有三百二十一例呢, 是今天新增的本土確診案例,四百例呢,是因為之前,也許是因為採檢大塞車,也許是因為地方在通報,或是中央在處理資訊上呢,的時間落差,所以多了四百例,而這四百例被指揮中心呢,分配就是說,你該算是在哪一天的,就回到哪一天,我們來看看,在這七百二十一例當中呢, 我們還是很重要的縣市分布,最主要還是在雙北地區,新北市呢,有三百八十四例,那其中呢,板橋是一百零三例,臺北有兩百六十九例,最主要都還是在萬華區,不過呢,各縣市呢,都有更多,更廣泛的新增案例,桃園二十例,臺中十一,基隆九,屏東五,彰化四, 高雄市,宜蘭花蓮三,新竹三,新竹縣二,臺南苗栗,南投雲林,各有一例的新增案例,好,回到剛剛,叫做所謂的校正回歸呢,四百例呢,要算到哪幾天呢,五月十六號呢,要再多三十九例,因此修正之後呢,變成兩百四十五例,五月十七號多七十三例,五月十八號多八十五例,五月十九號多九十二例,五月十九號多九十二例, 二十多七十三,五二一多三十七,總計多了四百例,而每天呢,會有一些修正之後的確診病例數,今天會再來好好談一下,什麼叫做校正回歸,在數字上,或者是在防疫的科學上,如何理解指揮中心今天所做的這個動作,另外我們要再談一下今天的整個疫情跟後續的防疫的一些關鍵,介紹兩位特別來賓,首先歡迎是臺大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陳秀琦,陳老師,好,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非常感謝,再來歡迎是前臺大感染科的醫師,林氏璧,林醫師,清聰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不過關鍵先來看看,今天呢,新增了三百二十一例的本土,以及四百例的校正回歸,本土疫情連續爆發,二十二號再新增三百二十三例確診病例,分別為三百二十一例本土,及兩例的境外移入,指揮中心公佈的確診數還沒有完,另外四百例的本土個案,說是校正回歸數, 原因是檢驗塞車,所以現在才公佈 根據指揮中心公佈的校正回歸,本土個案,五月十六號原為兩百零六例,校正後增加為兩百四十五例,五月十七號三百三十三例,經校正後四百零六例,單日本土確診數最多,另外十八號兩百四十例,新增為三百二十五例,十九號兩百六十七例,改為三百二十一例, 五十九例,二十號兩百八十六例,校正後為三百六十例,二十一號三百一十二例,更新後為三百四十九例,校正回歸本土的案例,合計有四百例,外界質疑,校正回歸的說法有蓋牌之嫌,不過陳時中予以駁斥 另外因應疫情發展,行政院人事總處公佈,只要符合條件,雙北的中央機關,居家上班者,可由原先的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 經濟部也呼籲企業能跟進,二分之一的員工採居家辦公,不過強調產業屬性不同,只能鼓勵,無法強制 疫情熱區以雙北確診人數最多,市府都已經迅速設立採檢站 陳時中指出,檢驗量能,單日可達兩萬多人,目前雙北熱區,陽性篩檢率已區域平穩 縱觀近期狀況,五月十五號的陽性率最高,達百分之六點三 之後區域穩定,顯示疫情沒有爆發 記者黃瑞昌國良,台北報導 陳老師先請教你,如何看待今天的叫做校正回歸 而且數字是四百例 那當然我很清楚,許多民眾可以理解 但是也有很多很多民眾覺得說很怪 為什麼要回歸 為什麼要校正 好,我想我們從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後 我們可以分成兩種狀態 就是說我們沒有快篩 快篩站的設立 以及有快篩站的設立 這兩個情況是不一樣 那快篩站的設立 我們前面也講過 他會把隱性感染的個案早期發現 那就可以知道 他的隱性感染時間是什麼時候 所以隱齊是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是在重建 這個真正快篩之後的傳染 期限 那這樣才能夠反映真正他的流行 傳播的真正的實況 因為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的不是行政上面的 這些報告日期 而是他真正可以隱性感染的日期 是什麼時候 那你想想看今天有快篩進來 再通報確診 這中間只要是快篩陽性表示 他就有可能具有隱性感染的能力 如果你不趕快重建這個傳染期限 那麼對於隱性感染之後 社區的傳播就沒辦法阻斷 所以這個東西是重建傳染期限的一個最重要的方法 因為這時候跟去年不一樣 因為去年我們的個案很少 那個案很少 當然就按照通報日來把這個日期 因為我們就只有一種日期 就叫做RTPCR確診日期 可是你今天有了快篩 你就打亂了這些 所謂的這個確診日期 以及感染日期 那所以換句話講就是說 我們重建這樣的傳染期限 可以讓這個更傳播期限 更恢復到原來的 這樣的一個真正傳播 那麼對於社區在預測 未來的包括我們看到的五一五 之前的這些所謂的這個萬華 群聚感染 母親節可能引起的群聚感染 以及我們的大賣場的群聚感染 這樣的體現的預測 才有助於決策 到底我們將來的決策 到底要往好的方向去做決策 還是要用壞的方向 我這樣聽懂 就是陳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每天都有很多數據 不管是死亡人數 死亡率 乃至於陽性率 乃至於今天的所謂的那個確診數 或者是說新增的確診率等等的 看這個數字呢 究竟是為了要防疫用 為了要瞭解之前的感染情形 以及之後的防疫政策來用 還是為了所謂的寫報告用 對 好 但是問題是防疫政策的制定呢 是指揮中心跟專家學者跟醫師的重要責任 是 民眾大概想瞭解的 就是真實的疫情狀況 是 所以民眾會說 對了 今天到底是三百二十一 還是七百二十一 我們會有兩個東西想瞭解 一個是疫情有變好 還是變差 還是差不多 第二個呢 是說數字呢 是不是真正的真實 有沒有被調教過 我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如果要作為防疫政策來用的話 其實說實在這個每天的增減或者是發病日 或者是確診日 對民眾來講不是那麼重要 民眾只想知道說我這個數字是不是真實的 有沒有被修正過的 有沒有被調教 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 反正我今天多的 就是多七百二十一嘛 七百二十一怎麼解讀 那就是專家學者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個日期是很清楚的 這個日期是因為有了快篩的之後的日期 就會決定這個日期 進入快篩之後的每一點 從五月十五號開始 因為我們快篩 都是從五月十六號開始 所以才會有五月十六號做 做這樣的一個 把這個個案 再回歸到快篩的日期 因為你快篩找到陽性 表示這個人就有隱性感染的可能力 當然要回歸到五月十六號的隱性感染的 這樣的日期 這個就是因為有了快篩 才有可能定出這些例子 所以你看他每個時間點 五月十六 五月十七 因為我們的快篩 真正設立開始是從五月十六號 那篩 那大量的 這樣子把快篩的個量找出來 那這樣找出來的 當然實驗室 檢驗室 他們經過一年半 訓練 當然很辛苦 那我們國家 我特別強調 我的瞭解 我們國家對於RT PCR的標準 檢驗標準是非常嚴格 非常 檢驗標準是非常高的 跟國外的比較 所以我們過去都是標榜 我們的敏感度這些做得很好 是因為我們的程序上面都非常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一次要應付 就像你郵集銀行在排隊一樣 突然湧進這麼大量的人 當然你的時間就要拉長 一天做一兩萬 這是很正常的嘛 那所以所以我們必須要體會這些檢驗室人的辛苦 一定要給他有一些時間 再大量的篩檢的東西 讓他慢慢去調整 縮短這個從快篩日期 到確診日期的間隔 那這樣子這個現象慢慢就會調整 我也跟大家報告 在英國也是發生這樣 韓國也發生這樣 所以韓國你有聽過 他們叫得來術嗎 為什麼要得來術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確診 跟這個 結果他們也發現說 你這個得來術完了之後 你後面還是會 還是會 還是會排隊啊 為什麼 因為你要確診 那你除非就是說 你確診又用的 不是很嚴謹的工具 那就沒有達到真正 我們把真正個案找到的 陳老師我請教 不管是英國 不管是美國 因為我們想美國 英國 甚至中國大陸 那麼大的一個國家 他一定會比臺灣更嚴重的地方 通報到中央數據統計上的這個落差 是 通報落差 他也一定會有這種所謂的 採檢的這個篩車的問題 是 那別的國家也會叫做校正回歸嗎 當然會 我覺得這個是名詞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就是說 他需要給檢驗室 或者是整個通報系統 在一個時間裡面的調整 那以我們的經驗 在過去歐美國家發生大流行的 通常都是七天 就是說你前面從快篩 到真正確診病例 在初期的時候 都需要七天左右 那那個七天 剛好又是潛伏期的時間 所以常常在這個地方 大家就會有一些 有一些觀念上面的 沒有辦法瞭解 但是他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你快篩進來 那個日期 只要你快篩一進來日期 被我診斷了 被我快篩到的 到他診斷日期 通常我們會用快篩這個日期 來當作我們傳染病 他的這個所謂的可感染的日期 這個是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是對付的是要對付 他社區 阻斷他傳播 不是真正的要通報說 什麼時候通報出來 所以其他國家的這個修正 不但可能往上修正 也可能往下修正 當然 因為他本來陽性 後來變成陰性 那我相信這些 這個現象會隨著時間的說 的適應 所以你看到 等一下我們看到檢驗室 在篩檢能量上面 他的未確定的病例 也越來越少 沒有越來越多 只是你通報進來的個案 會增多 所以這兩個比例 一定要做調整 那林醫師我請教你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他說 那如果可以被所謂的 那個校正回歸 那是不是我們每天都處於一個 比較不確定的狀態 也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講五月二十二號 禮拜六的新增本土個案數 是三百二十一例 那會不會明天或是下禮拜再修正 也許變成四百 也許變成五百 那這樣民眾就會對 每天的這個數字 先打了一個折扣 對於信心這件事 也會有一些影響 這裡我可以秀一個這個圖 這是柯文哲市長的臉書 是 因為今天指揮中心 中央開完記者會之後 再來是雙北都開 其實兩個市長都有說明一下 這一次這個校正回歸的情形 那這個PCR採檢的流程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從一開始 就是醫院採檢 然後我們要這個法定 傳染病的通報系統 我的同溫層 這個在醫院工作的人 最近都叫苦連天 因為這個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要上傳 今天有說有二十個步驟 然後非常繁瑣 而且還有紙本要用寫的 是 所以那些感控室工作人員 都叫苦連天 所以今天說這個通報 行政流程上有問題 那在下面呢 在下面就是送檢 現在我們很多是快篩 跟PCR一起做 那PCR就送檢 然後檢驗結果出爐 送回CDC 他最後才會有一個暗號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天發生的事情 應該就是一口氣爆了七百例 走到最後 可是回頭看一下 怎麼時間差很多 因為平常科幣說假如沒有塞車的時候 大概是兩天就可以出來 可是問題是這幾天 每天都爆萬 破萬 所以就有人 怎麼六天前的現在才終於走完流程 有五天前 四天前 好像這些案例是以臺北市居多嘛 清了一萬多例 那新北也有一些 好像一千多例 所以我覺得流程到底卡在哪裡 我覺得在公務 公共的 這叫什麼 公文 這叫什麼 行政流程 是 行政流程 或是卡在實驗室 我覺得都有可能 大家看一下我們實驗室 每天其實現在也是越輕越多 這個每天做了一萬六千例左右 那幾天前 我們有問指揮中心 莊仁祥發言人說 我們現在到底一天能做多少 我們這幾天也常常討論到這個問題 他說平時的話 大概一天的量能是一萬六千 然後可是現在疫情期間 他可以把它撐到兩萬七千例 每天可以做這麼多 消化這麼多PCR 那我們還在 還在往上 我看他們這幾天一定非常辛苦 是 那個PCR把他趕出來 所以信聰說之後 還會不會還有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假如我們越驗越多 恐怕一定還是會有 搞不好接近這個兩萬七的時候 還是會有問題 瞭解 瞭解 我們現在如果舉個例 五月二十號 我們新增通報的是一萬七千八百多例 五月二十一號新增通報是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一例 五月二十二號就是今天新增通報就兩萬 破完兩萬一天就新增了兩萬多例通報 那你能不能一天處理到那麼多 而且你還有之前塞住的怎麼處理 不過我們來看看 其實我覺得要說指揮中心蓋牌 這個指責可能有一點過了 第一個蓋不住 第二個你蓋這個四百例也沒什麼意義 再來就是說如果真的是蓋牌呢 地方一定會先跳出來罵 因為這都是地方通報的 如果指揮那個中心不講的話呢 地方一定會罵 但是地方怎麼理解 今天這個叫做校正回歸的事情呢 臺北市長柯文哲說 中央所報告的是兩天前的採樣結果 那如果遇到篩測的話 恐怕會更久 像今天處理的 就是回到五月十六號一個禮拜前的 病例多還堅持PCR來確診呢 在公衛上他認為不太實際 因此他認為說應該要把快篩 也作為確診的一個方式之一 那每天公佈疫情數目 恐怕要有新的方法 才能反映疫情的實際狀況 侯友宜新北市長說呢 確實時間資訊是有落差的 那中央在個案篩檢確診過程中 有擁擠的狀況 時間有落差 在新北市最高是達到落差六天 為了防止防疫破口 中央防疫要一起來 增加國家的篩檢隊 結合民間的這些力量 那新北市的副市長他說呢 因為中央偶爾會有塞車的問題 民眾會比地方衛生單位先收到確診的資訊 所以會有時間差 不是地方要刻意延遲通報 換句話說在地方上呢 特別是雙北的市政府呢 都比較能夠理解這個落差 但是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我們先來看看新北市長的回應 召開會議 新北市長侯友宜非常關心各單位 執行防疫工作的落實度 考量疫情嚴峻 二十二號加上校正回歸案例 新北市共增加三百八的市例 其中以板橋一百零三例最多 累計確診人數一千兩百七九人 侯友宜宣布將針對板橋十二個里 以及綜合八個里等疫情熱區 設立熱區防疫中心 啟動三天的強化措施 因為時間資訊落差造成通報塞車 中央校正確診數字 新北通報落差最高有六天 讓侯友宜擔心會形成防疫破口 特別呼籲中央地方防疫起來 成立國家篩檢隊 結合民間業者的力量 一起來共同快速篩檢 不要讓確診者 很多已經被通知了 但是還沒到地方來 變成他在家遲遲苦等 侯友宜小心應戰 外界者質疑 新北的醫療能量是否足夠 侯友宜強調 將啟動第二階段的清空計畫 並且增加集中檢疫的量能 因為我們大幅的在降載 侯友宜也強調 現在是疫情的關鍵期 新北在強化防疫措施 造成民眾生活不便 請民眾配合及諒解 也希望民眾 盡量待在家中 避免疫情禍散 記者 陳嘉欣 張子嘉 新北市報導 不會要批評指揮中心蓋牌 這樣的批評 可能是跟事實不符合 但是要說今天四百例的校正 回歸是叫做先牌 恐怕這個牌也還沒先完 因為還有更多的牌 恐怕還是這樣子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 這個都 我必須強調 這個都是累計的 五月十五號的時候 整個新冠肺炎通報的已經有二十三萬多例 確診有一千四百多例 那其中二十二萬都排除掉了 還有四千多例 還沒辦法確定 過了一天累計從二十三萬零八百變成二十三萬七千多例的通報了 那排除二十二萬多 還沒確定了 從四千三變成五千八百多例 這個數字每天都在增加 就是我們塞車是越塞越多 那五月十七號有七千多例 還沒辦法確定 到五月十八號就已經一萬四千多例了 五月十九號有兩萬四千例 五月二十號有兩萬九千例 五二一有三萬一千五百三十七例 到今天有三萬五千多例 這個是總計我們已經通報了三十三萬多例 那我們已經有三千八百六十二個人確診 已經排除掉了二十九萬八千多例 但是我們現在總計累積 臺灣現在有三萬五千多例 到底是陽性 到底是陰性 到底是確診 到底是排除 我們還沒辦法認定 這是一個我們現在塞車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總計 那我們把它換成是每天新增的 這就是個別來統計 五月十六號一天通報了六千多例 一千五百多例沒有辦法確定 那過了一天 這個都要再加上去 一天通報八千多例 所以通報的量每天都在增加 五月十八號一天通報一萬五千多例 五月十九號一天通報一萬八千多例 到五月二十二今天就通報了一天內通報了兩萬一千多例 那我們沒有辦法確定的呢 這個是救債未嘗 新債再起的概念 五月十六號又有一千五百多例 沒辦法確定 五月十七號又一千八百多例 五月十八號有七千多例 這個都要再加上去的 這個是累計上去的 不是說總計這樣子 那因此我想請教陳老師 是 大家在批評說 你是不是在所謂的那個用語言 或數字遊戲 我覺得這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是我們就真的塞車了 是啊 我們就躺在這裡 越塞越嚴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確實 所有的檢驗人員 被死命在做檢驗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像每天的確診 那個或者是排除的這個數字 也是越來越多 他們能夠確定的量也越來越大 但每天又進來那麼多通報 這個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對 我相信 如果我們從管理學裡面來看 其實用排隊理論來講 這個是最好 你有看到你的排隊進來的人數 越來越多 你看他五月十八跟五月十九 他其實以排隊理論來講 你看他已經消耗的快一半 是 未確定十八 那十九也是消耗一半 那你看他有沒有加速 五月二十 有 五月二十加速了 所以你現在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直在講這個事情 就是說他進來的量已經多餘 他這樣子能量可以負擔的 排隊這個管理學裡面講的排隊理論 就在這個地方適用上去 所以我們用科學方法來看待 這件事情 大家我們不要去爭議說 今天中央跟地方 大家要協同一心來解決 這個排隊理論 因為你突然增加這麼多 那為什麼突然這麼多 因為你多設快篩點 是啊 是啊 你多設快篩點 當然你通報當然就增加 是 那你現在一直增加進來的 那就像理髮師一樣 你一直一直 那你現在 你現在只有一個人在那邊理髮 那你外面等的人當然很多 所以排隊理論 就是跟你解釋的這個事情 就是說 所以我們要上下一心 去解決剛才林醫師講的 就是說這個procedure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改善 是 那我相信 我相信我們國家 絕對有這個能力 你給一點時間 大家就把它改善 那尤其是現在檢驗也撐了一年多 我們要給他打氣 我們要給他鼓勵 那讓他能夠馬上適應 這樣的系統 來應應快篩的能量 這才是重點 是 那我講了一句 第二句話更多的重點 如果我們不要通報這麼多 我們自然就不會有這樣的 一個篩車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通報這麼多 就是因為我們接觸者的個案多 所以你如果阻斷了社區的傳染 你就不會有這麼多的 這樣的一個接觸 你自然通報就不會這麼多 檢驗室的人量慢慢就會適應 慢慢就會 慢慢就會期緩和 這是大家比較願意看到的 還是說我們不斷地塞 不斷地塞 不斷地塞 塞住那些人 然後讓這個檢驗 然後產生很多的這樣的一個負擔 然後最後醫療能力後面的負擔更重 所以終結而言 我們不要在這個地方有太多的這樣的一個爭論說 今天我們到底今天看到這個數據 我們怎麼解釋 那total case就是這麼多 是 對 所以他不變的 只是他為什麼一定 我前面講話 為什麼一定在這種排隊理論下面 去把這些個案歸回原來 有一個很重要 我還是要強調 因為當有快篩日期的時候 就引進了另外一個隱性可感染日期 這個日期非常重要 因為你不抓住這個日期 你就不知道這些隱性感染 如何在設計一直傳播 是 那他我們已經有五月十五號的實施警戒 是有一個時間點的 如果你不釐清這個時間點 你永遠也不知道實施警戒線之後 到底我們的個案會不會下降下來 這才是重點 因為我們千萬不要忘掉 我們現在不要擔心就是母親節跟大賣場 這個高峰 可能都還沒有顯示在現在這個高峰上面 你不要 這才是重點 而不是今天大家一直在看 就有的這些個案 信聰 我們聊了這麼多 今天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個案 還不是因為我們五月十五號 這些情境感染 大家不遵守這些NPI 那麼我們在這個地方沒有做好 所以才會產生這麼慘痛的教訓 沒有NPI的情況之下 去把這麼多的個案找出來 接觸者當然多 日以日增的這樣子 你看一直增加到兩萬 兩萬一千八百六十三人通報 那就是快災 就是為了要早期篩 瞭解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就很清楚 為什麼我們先撇開這個所謂的篩車的問題 我其實上禮拜曾經有一個比喻 就是說我們現在每天看到一百多 兩百多 三百多 好像出票 出票出來就好了 那我想問您就是說 這個高峰這個peak 還沒有辦法完全呈現 就是我們現在不管是今天三二一 然後之前三三三 然後一八零這幾個數字 沒有辦法完全反映在母親節 以及萬華那個大的社區感染 這樣子的高峰嗎 還沒有完全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在反映萬華的那個群聚感染 那我們感覺那個群聚感染 從陽性地看起來是有止住血 是 也就是說他沒有再往社區 可是母親節跟這個所謂的這個大賣場的群聚 也就是說在這個三級警戒實施之後 有很多的大賣場 民眾湧入 是 群聚 沒有戴口罩 這一波距離這個時間還太短 所以你還不能往下斷論說 今天這一波的感染 顆粒會不會再快篩 再被找出來 是 所以這個地方會不會形成另外一個高峰 那我看起來 今天的陽性起線的七環 感覺會有高峰 但是應該不會像萬華 這個高峰這麼高 因為你看他後面稍微有飄起來 那個那個那個飄起來的高峰 就是我們在懷疑跟母親節的群聚 跟大賣場有關係 但是這個高峰會不會像過去萬華群聚 從科學數據看 大概不太可能 OK 林醫師請教你如何看待這樣子一個曲線 我們再來強調 在整個 這個是那個全國的快篩站的平均 不是單一像是萬華 或是新北板橋中和 這樣子一個單一的快篩站 是全國的快篩站的採檢 陽性率 我們強調採檢陽性率 跟最後確診率是兩回事 那不過在五月十九十五號的時候 他是達到全國採檢陽性率的高峰 六點三 在之後就開始下降 六點三變成四點七 變成二點八變成二點七 降到最低是二點二 不過這兩天又上來 二點八跟二點九 二點九的陽性率 在我看來還是很危險 聽說我理解這應該是PCR了 應該不只是快篩 應該是最後指揮中心 confirmed的嘛 也就是今天我想應該是往回 都校正完 確診率 對 都校正完 然後把每一天 該每一天的 然後弄成一個 我叫他們做這個 做 叫他們做好久了 好想看這個PCR陽性率 對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五月十五號是高峰 可是不要忘記了 五月十五號那天 其實採檢案例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他每一天送的多少 其實都可能有誤差 所以這是為什麼去年的這個時候 各國面臨那麼多案例來 然後這個六日假日可能做得少 然後做得多 所以你會無法判斷 你只看每天的變化 可能會被誤導 所以他們一直都是用七日平均 往前算七日平均的PCR陽性率 然後一直來做圖 那我們就姑且用這個每天 每天看的話六點三 緩慢降到二點二 我的確也注意到了 這兩天跳起來 是 那大家可以回頭去看 新北跟北市的篩檢站 同樣在這兩天 也是稍微跳起來 我覺得這個趨勢是吻合的 的確就如同陳教授擔心的 這個可能已經不是第一批的萬華 他可能是後面的假日 母親節 也可能是賣場的群聚 都有可能 或是也有可能是萬華的 第一波雖然塞了 可是有一些無症狀感染者 他自己沒事 或是有一些人沒出來塞 可是他已經往外傳了 他的第二波 也可能那是萬華的第二波 後面有個尾巴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 這是非常值得觀察 是 那我再補一點 剛剛我們有說到 其實一年前國外 幾乎都面臨我們類似的狀況 就是PCR量能一開始 沒有起來的時候 就追著那個檢驗跑 送檢太多 來不及做 像今天天下雜誌有整理一篇 很好的文章 他主要是Focus在美國去年一年的時候 發生的狀況 他們各州 美國很大 還有那種delay通報到一週的 然後他們事後回修正數字 這是常見 那我覺得我們跟他們有一個不太一樣的 剛剛陳教授有一直強調 他們當時其實就是只做PCR 對 然後PCR結果PCR就delay 這在中間他的感控措施 可能疫調根本都停下來 有一個時間差 可是我們這一次是快篩加PCR 是 所以在做快篩陽性的時候 其實感控措施已經介入了 對 我覺得這是最不一樣的地方 雖然你這個到最後PCR 有確診個delay個三到六天 可是不管是臺北或新北 篩檢陽性就已經把他住到 我們知道現在六小時之內 要住到那個隔離檢驗所 是 所以或是疫調 應該同步也開始進行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跟去年的 那些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 不過我們來看看 另外一個也值得大家關注的數字 我覺得這個可能牽涉到更重要的 醫療資源分配的問題 我們如果用到昨天為止的確診 個案數是三一三九 也就是不包括今天的七百二十一 七百二十三 因為還有兩個境外的 從昨天的三一三九來看 百分之五點一的確診民眾 是輕度到中度的肺炎 百分之五點一的民眾 會變成是重度的肺炎 百分之二點三 有七十二例的民眾呢 是變成嚴重肺炎跟呼吸衰竭 但高達百分之八十六點五 可能就是輕症 甚至沒有症狀 可是我們要看到 如果是五點一 那接下來如果我們每天是確診兩百個 三百個這樣子的比例增加的話 你就是每天增加五點一的重症 跟二點三的嚴重肺炎 那你就得去計算 我們現在所有的醫療量能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 現在我們所統計的指揮中心 在五二零講 集中檢疫所有全臺灣有四千五百間 那還有兩千五百間可以用 會再擴充兩千間 檢疫旅館就很多 有一萬七千多房 還有七千間可以用 但檢疫旅館可不會變成強化版的集中檢疫所 不是每一間旅館都可以做 但是這必須再做強化 指揮中心在五月二十一號講說 全國負壓隔離病房 總共有一千零一十三床 請注意這個就是比較嚴重的數字 我們只剩下三百六十三張的負壓隔離病床 那如果按照剛剛那個比例的話 我們如果確診數一直增加 我們很顯然我們在負壓隔離 就會面對到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那當然輕症者可以住專責病房 或普通隔離病房 那確診者可以做專責病房 輕症者其實你去做 加強版的防疫旅館 或集中檢疫所就可以了 那指揮中心說專責病房空床 現在只有兩百五十五張 負壓病房是三十八間 這是指專責的部分 那病房調度 在現在就已經開始很吃緊了 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臺北市 新北市 他們對於所謂的集中檢疫所 以及檢疫旅館 他們的一些新的做法 台北市移出防疫旅館周邊巷夢 周六二十二日上午 化學兵展開消毒 台北市現有防疫旅館量一百零五家 可提供將近七千個房間 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則有四家 客戶者指出 十九號到二十一號 台北市各快篩站的陽性率 也上升到百分之七 客戶者也表示不用太恐慌 這一拜升級三級的效果 會逐漸在下週見效 快篩它反映的並不是這個禮拜的感染狀況 而是差不多一個禮拜到甚至到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前的感染狀況 自我嚴格的管理 它的效果要到這個禮拜才慢慢可以看得到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二十二號公布數據 台北市一口氣增加兩百六十九例本土病例 不過其中掺杂矯正回歸數字引發外界質疑 客戶者也緩加解釋 通常指揮中心公布的確診數是兩天前採檢的個案 就有時間差 在近日檢體數爆量下 仍持續使用教費時的PCR採檢 且沒有優化通報流程 的確會出現誤差 正常狀況下 它有大概是兩天的時間差 可是當量多的時候 它的時間差就不只是兩天 會更久 所以我倒覺得在病例相當多的時候 還要堅持用PCR來作為確診的人數 恐怕在公共衛生上是不太確實際的 每天在公布疫情的數目 恐怕我們要一個新的方法 根據台北市公布的確診熱點 目前十二個新政區都有確診個案 不過從一月一號到五月二十一號 累積確診數仍然集中在萬華區三百四十二例 再來為文山區三十八例 大同區三十例 客戶者也呼籲如果PCR篩檢陽性 症狀不明顯 沒有高風險因素 統計上百分之八十不用住院 建議留在家中一人一室 等待通知 記者 臺北報導 不過林醫師還是請您來看一下 我們整個包括集中檢疫所 檢疫旅館特別是負壓隔離病房 其實現在都開始吃緊了 那如果我們談全國所有醫院的負壓隔離病房 也只剩下三百六十三床 那如果你說雙北的專責的負壓病房 三十八間 所以你如果疫情不控制的話 我們馬上就繃緊 但是說疫情假如病人更多的時候 大概就無法堅持 一定要收在負壓病房 那我們其實是因為原來病 病例少的時候 我們以高規格對待這個病 所以才收在負壓 因為負壓其實應該是空氣傳染 才一定要了 這個病主要應該還是飛沫 所以只要單人病 是應該就可以處理他 所以這個我倒不太擔心 我覺得要監測的是重症 ICU病床是重重之重 是ECMO的臺數 呼吸器的臺數 我們我們其實很多 我們看過一些國家醫療崩潰的時候 其實呼吸器都缺 那所以這些是重點 然後我想再提醒大家一次 接下來觀察的重點是 這一批的感染的人數裡面 有三分之一是六十歲以上 那你特別去看男女的分部 男生大概六十歲以上 比例很多 女生大概是四五六十 沒有那麼年老 那其實就是跟這次的獅子會 還有萬華就出沒那裡的人群 主要就是這個年齡層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得病之後 大概七到十天之後 大概轉重症 所以我覺得陸續從現在開始 那個重症的人數可能會慢慢增多 我們也會再看到一些死亡 那這一些對重症醫療的影響 會不會重症醫療更緊繃 都是很值得觀察的重點 是 是 不過陳老師我要請教你 我們來看看今天這兩例死亡個案 也許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資訊 案三零九七八十多歲 在三四天前五月十九號有咳嗽發燒全身倦怠 可是呢一天五月十九號有症狀 五月二十號就不幸去世了 一天 不過他因為年紀蠻大八十幾歲 案三五五三七十多歲 他曾經接觸過確診者 可是五月十八號的時候 他被隔離 五月十九號 那衛生單位打電話給他 他說沒有 我都沒有 那因為他是接觸到確診者 所以是被匡列的 但他沒有症狀 可是五一九的時候 打電話跟他講說 大多多沒事 人都很好 可是到五月二十一號 就沒有呼吸心跳 就宣告死亡了 CT值十四 而病毒量是很高的 一夕之間急轉直下 大部分都會是這樣 其實剛才林醫師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新冠肺炎 從以前到現在 只要有這種這個年紀很大的 尤其也有共病的 其實這個在國外 就是後來他們為什麼 當真的很慘 很殘忍地說啦 就是說當到醫療資源有限的時候 國外幾乎在歐洲 像瑞典都國家 就沒辦法 所以你看到他們 因為老人死掉很多 那像這個case 在這個英國變種病毒 前一次我們跟大家講 就英國變種病毒這個 他加劑你重症 因為他這個這個病毒量高 加劑你重症 變成那個激素風暴的可能性非常高 其實這個以前就存在激素風暴 我想感染科醫師跟所有的 雄雄醫師他們研究的很透徹 其實只要你走到激素風暴 一下子就掛掉 那這個時間其實沒有人有辦法預測 尤其是年齡很大的人 走到激素風暴 通常你看我們送進急診 在當天很多激素風暴 也不是只有新冠肺炎 很多一下子就走掉 年紀大 所以這是為什麼呼籲 我們為什麼這些老人 絕對不要再去 被這個新冠肺炎感染 感染之後其實很難 對醫療來講 真的是一個挑戰 除了年齡之外 我再請教一下陳老師這一點 如果我們每天我們算三百個人確診好了 那如果是三趴的重症 那可能就是我們每天要算九個人增加 對 重症的醫療資源 那我們來看看到目前為止 三千一百多個確診案例當中 就是不算今天的七百多個 五趴會是輕度到中度的肺炎 五趴是重度的肺炎 二點三趴是嚴重的肺炎 跟呼吸衰竭 對 在這樣子一個病情的變化下 我們醫療該如何分配 其實我們看起來這個數字 都還有點低估 今天你看張教授 張創成教授講的 其實今天如果整個統計 重症就是差不多十三 Percent 跟加拿大估計的十四Percent 都差不多 重症十三Percent 重症十三Percent 今天我們看到 就是UK病毒 這一株 病毒株 其實這個差不多是十三Percent 今天這個是這個指揮中心所宣布 在新聞稿裡面都有 那這個就是我們前面看到的 就是說你現在你看到的 這個UK這個所謂的變種病毒 如果我們今天不好好在社區 防堵他 讓他走入這個有確診的個案 其實他的重症 本來就會比較多 這個在國外本來數據就是這樣 那那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剛才這個林醫師也講 就是說 所以美國為什麼到最後呼吸器 叫這個汽車工廠 乾脆就不要生產 直接投入呼吸器 那鋼死呼吸器還共用 這些然後引起交叉感染的問題 所以這些都是過去國外的經驗 包括ICU 那麼這ICU裡面 其中有一類我們叫呼吸窘迫 就是剛才看到了 這個這個重症科醫師也告訴你 就最怕就跑到呼吸窘迫 你變成ICU 那ICU的病床的估計 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這一個下一個階段 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就是趕快要去估計 未來他這些這個快篩通報個案 如果一直增加 他他進來的個個案 親中重症 剛才林醫師講 要分流 要怎麼分流 那這個就要聽從胸腔科醫師 跟感染科醫師 他們共同所制定的 這些臨床的這個該奈 那這個該奈 他們都已經備好在那裡 是 按照該奈走 那實施就按照剛才 在慶忠講 就是加強集中檢疫所 或者加強防疫的 這樣的一個禮館 都可以在親證裡面 那隨時監督 我們跟心腔科醫師 急診科醫師也協到感染科醫師 他比如說血氧的濃度 他有一個小小血氧來監控 那這些都是血氧濃度 如果 如果你小於九十四Percent 類似像這樣 那你可能就 你可能就要送進 趕快再轉轉過來 這個其實在該奈 胸腔醫師 感染科醫師都已經教我們 那如果你照這個該奈走 就不會有問題 只是地方要怎麼去分配 這些檢疫旅館 跟集中 集中版的加強檢疫所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選擇地點的時候 一定要選擇比較空曠 或者是跟醫院上面的 臨界地點 這些便利的點 都要做選擇 我們一直強調 就是說防疫這一次的關鍵 恐怕不在陳時中 也不在地方首長 恐怕就是每一個臺灣人 是 每一個人都會是這一次 防疫的防疫英雄 但每一個人也很可能成為 防疫的更大的一個破口 那我們從幾個方面來看 剛剛談到說 整個所謂的確診 然後到中度 重度 以及呼吸衰竭 那會牽涉到我們的 負壓隔離病房 或是獨立病房 或者是呼吸器 或者是葉克膜的 整個醫療能量 現在夠 但是緊繃 如果確診數再多的話 恐怕就會不夠 第二個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數字 為什麼會篩成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社區失守 所以這兩個禮拜 整個通報量會大量的增加 如果從二級到三級 乃至於準四級 現在因為也停課了嘛 這個社區能守住 那麼通報量就會下來 是 那我們塞車問題可以解決 我們醫療資源就可以守住 這一關大概臺灣就能過 是 那不過我們來看看 不是只有雙北的問題而已 剛剛我們看到 所有縣市都有新增加 除了極少數的縣市 現在還是維持沒有確診的情形之外 我們來看看臺中 臺中今天新增了十一個 確診案例 那也包括臺中市政府的一名員工 匡列了十七個人的居家隔離 那特別在彰化 那個水果商的傳播鏈 還是有新增的情形 還有像我們之前談到夜唱團 拜託 真的這個時候 大家不要再有任何的群聚 我們來看看 臺中市環保局人員來回噴灑消毒藥水 不過消毒的地點 卻是在臺中市府 位於豐原的陽明大樓 臺中市政府二十二號公告的 確診個案之一 是臺中市府員工 職務並不會接觸民眾 目前已經匡列接觸者 包括十五名市府員工 和兩名家屬 進行居家隔離 她是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家房中心 在陽明大樓的一位女同仁 經過查證 這位女同仁負責採購 以及資訊業務 那不會接觸洽工的民眾 那我們已經初步匡列了十五位同事 隔離和篩檢 臺中市新增確診有十一名 包括台積電員工 銀行行員 健身教練 國軍軍官與太太等個案 其中與夜唱團傳播鏈相關的新確診 有兩名 目前已經累積十一名 市府周六也再次到朝陽科技大學 與周邊社區進行消毒 我們針對里長的一些地方的一些要求 我們再針對重點的區域 還有比較密集的地方 我們再重新再做一次消毒 讓民眾能夠放心 而彰化則新增事例確診個案 其中包括一名男大生 另三人則與水果商傳播鏈有關 公布的足跡也罕見的將一輛車列入 彰化縣衛生局表示 因為目前有三名確診者都搭乘過這輛車 希望民眾要特別注意 另外包括苗栗縣 南投縣 榆林縣 二十二號也都各新增一名確診者 其中雲林縣的確診者 曾到萬華德意村茶室唱歌 相關接觸者目前已經匡列八人 進行居家隔離 記者 邱紙培彭文群 中部綜合報導 除了臺中跟彰化之外 我們也來看看臺南跟高雄的疫情 特別是在高雄的部分 今天新增的四例 那其中有兩例是跟餐廳有關 所以拜託 現在不要聚餐 如果真的在做疫調的話 拜託 大家比較老實 記得我們來看看 高雄新增四例確診案例 其中串門自海鮮餐廳 群聚感染持續擴大 除了二十一號已公佈員工確診 又新增案三四六零 是餐廳的廚師 丞翰案二三三六接觸過 以及案三四六三餐廳的外場人員 師傅也公佈兩人的足跡 進行大清銷 串門子確診案 在高雄已達八例 民眾擔心可能在同個時段 是不是在不經意間有錯 有錯生而過或者是有同一個場地 有接觸過的這個部分呢 目前我們匡列了二十一人 那昨天快篩了九個 全部呈現陰性的結果 另一名二十多歲確診女性 在北部餐飲業工作 十九號回高雄確診 而汗神巨蛋百貨 週六全天停業 因為一名專櫃小姐確診 感染源人大釐清 她的足跡相當的多 因此整個疫調 還在我們的進行當中 接觸者也繼續匡列 目前我們經過我們這 目前的這個抽絲剝繭 最難端的屏東二十一號出現 首例之後又一口氣新增五例 其中一對同居男女 曾自駕到臺北萬華旅遊 而另外兩例都接觸過 北部確診親友 至於屏東首例的友人也確診 但兩人疑似涉嫌隱匿 臺南市也針對新增一例個案 足跡進行全面大清銷 案3615 唯一名六十多歲男性 平常大多起機車行動 在二十一號住院開刀前 採檢確診 市府同時公佈來自臺北萬華 以及南投縣個案 到臺南的主機 也已完成全面消毒 南部各縣市要全力防堵 疫情的擴散 南部報導 林醫師 還是請教你如何看待現在的疫情的發展 那我們特別強調是這幾天 其實都是連續破百 甚至破兩百 甚至有到三三三 那今天是三百二十一個新增 可是這是沒有回歸 回歸的話 前幾天還要再往上加 所以要再加四百例的校正回歸 這是一個新增趨勢圖 再來我們來看看 光今天這一個七百二十一例 那整個溯源的部分 萬華還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在萬華活動的 或是去那邊喝茶泡茶的 那食指揮水果商的相關 那不過我們有一百二十一例 關聯不明的 然後疫調中有一百五十五例 目前的疫情 這個看這個圓餅圖 我們已經看了幾天了 是 那我自己首先 大家看一些關聯不明的比例 這幾天我們看 大概都是也許在兩成左右 呈起來大概兩成 那可是好像上次休息老師 我沒有問到老師 我也想問問老師 因為現在大概都有 蠻大一部分的人 是用萬華活動史 這五個字交代過去 那可是我自己 其實對這一點 然後網路上 我也看到很多聲音 我們說萬華茶藝館相關 非常明確 是 可是假如是萬華活動史 這其實非常廣對不對 你可能只是去過那裡逛街 或是怎麼樣 住在那裡 你又不一定出入過高風險的場所 所以萬華活動史到底可不可以算是 找到原因的感染源 那這一點 其實跟我們要不要進第四級 我們現在訂出來的條件 是有關的 是 所以假如照我們這樣 看起來萬華活動史 不會把他當不明感染源 那可是其實我就想回問 休息老師你對這一點的看法 我再補充一下 我就是說我其實之前 一兩個禮拜前 我也收到簡訊 我怎麼去萬華 想說有 我知道我女兒去保守的時候 我生去萬華買一碗蚵仔麵線 蚵仔麵線很好吃 料很多 我這樣也可以算萬華活動史 我想就是說這個觀念 就是說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先解釋一下關聯不明 關聯不明 其實我們永遠不要忘掉 加護感染是這一波 英國病毒株 主要 最主要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並沒有去標示 加護感染 那我們從過去 體現分析過 指揮中心其實分析很清楚 就是在五月十五號 以前的那些從機師開始 都是加護感染為主 慢慢演變到社區的不明感染 可是到現在為止 社區還是有很多關聯不明的 他可能是研製於加護感染 可是他沒有特別歸類出來 所以這個關聯不明感染有很多的原因 那我 我剛才 我剛才也講這裡面並沒有這個大賣場 也沒有這個母親節情緒 所以所以我們必須要釐清一點 就是說我們雖然是同一個病毒株 可是我們傳播的路徑 還是有它不同的多元性 所以你不能夠用一個東西來以偏蓋錢說 這個東西我們就已經找到了 那麼現在我們必須承認 既然是社區感染這麼多個案 還是有可能有些是感染不明的來源 這是在國外 當你Case達到兩千個以上的 這種一千個以上 就會有可能這種現象 那重點是怎麼樣讓這個個案數 趕快透過篩檢來下降 那所以剛才那個萬華史 我為什麼特別強調 你一定要用篩檢站的這個 他的這個東西來做連結 因為當時你們接到是細胞檢訊 細胞檢訊是讓你自主管理的一個方法 可是他不是代表你做疫調的一個 他的一個非常清楚的疫調 因為他只是發細胞檢訊 他是要做管理 要做介入 因為你發了檢訊之後 如果你真的是接觸者 馬上就得到塑效 就是鑽石光鑽 當時就是這樣 他根本搞不清楚是哪些人接觸 所以他就發了檢訊 檢訊之後就叫你待在家裡 就不要動 如果你真的做到不要動 請問鑽石光鑽 當時有沒有發揮成效 有 那時候我們陳清派副院長的這個政策 以及陳時中這個政策 他就是發揮 所以當鑽石光鑽沒有病例 那所以換句話講 那個萬華的缺到檢訊 不等於萬華 萬華史 萬華的登陣 是要根據萬華的篩檢站 是 以及各地方在接觸的時候 他真的去做TOCC 問到他真正去萬華 在密閉空間 密室接觸 像彰化的那個葡萄豬就是 那個就是很清楚的所謂 所以這些東西要歸類的時候 真的要好好把它做了詳細的歸類 這樣子我們大家民眾就會很清楚 知道他的來源是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那陳老師 我再請教你一個 之前您在幾天前發表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 也在我們這個節目上談到 就是說如果我們徹底貫徹NPI 就是非醫藥的公衛政策 是 如果我們到九十的話 我們會有連續三天超過一百個確診案例 但很顯然我們已經超過三天 也超過所謂一百的這個案例的數字了 但第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所做的防疫 是否達到NPI九十趴 第二個我們的危機是不是過了 我們要先釐清 這一張只有針對萬華的高危險情 不是全國的 ok 好 也不是臺北市 也不是新北市 這只有萬華 所以萬華你看到 如果以萬華來看的時候 事實上現在還是存在 因為萬華其實真正你確診 跟萬華的來也沒有這麼多 超過一百個 那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這一張可能要修正一下 是我們在做這張 專職萬華 對 專職萬華 我們在做這一張的時候 並沒有把我們今天的塞車的問題 考慮進去 瞭解 所以你看到他塞車是會往右邊移 所以你真的九十Percent 還是有可能 但是現在如果大家不做好 就會往左邊這一條六十Percent 換句話說Pick還沒過 對 如果大家沒有做好NPI九十Percent 如果走到 我們在做好NPI九十Percent 我們在做好NPI九十Percent